大家早上好 我这儿是一大早 一大早起来是因为昨天晚上 又新得到两颗蝴蝶兰 兴奋的早早的就起来了 说起来真是幸运啊 有位坏友经常去逛花市 昨天一大早 他居然遇到了两种特别不一样的蝴蝶兰 看这种是三纯的 三纯就是一朵花有三个纯瓣 那另外一颗呢 就是半叶的 普拉图买的时候吧 只以为是半叶的 可是我晚上去拿的时候 居然有香味 半叶有香味 哇 这颗居然集两个不常见的特色于一身 拿到这两颗花 我真是太高兴了 非常非常感谢这位花友 经常去逛花市 居然就遇到了 而且还帮我买了 再次感谢 真的非常感谢 三纯的这颗花量非常大 您看这密密麻麻的花苞 对 它还特别密 感觉能超过二十朵吧 这花 而且这个花苞绿绿的也特别好看 我觉得 通常一朵花就一个唇瓣 就是最下面翘起来的那个 叫做唇瓣 如果上方的两个花瓣也变成翘起来的唇瓣呢 就叫做三唇 三唇相对于正常的一唇来说 那就是有些畸形 但是人嘛 不就这样嘛 美以取为美 直则无资 就是好猎瓣啊 我当然觉得一个唇的非常漂亮 但是在猎瓣心的驱使之下 也想养一颗三唇的 这个三唇的是不是也很漂亮 反正我觉得很漂亮 有没有发现 我这些花的拍摄背景 光线都不太一样 那是因为我抱在车上就开始拍 抱回家 打开灯 接着拍 早上起来又去拍 但这早上一拍吧 就拍出问题来了 看这个 它不是有香味吗 刚才早上我闻 居然闻不到香味了 好在它的斑点都在 那香味应该不是我的幻觉吧 肯定不是了 好几个人都闻到了 那我是昨天晚上闻到的香味 今天早上闻不到了 那它这个香味出现的规律 是跟日照 温度 还是心情有关系呢 这个我还需要再观察一下 不过这就明白了 画油买的时候 只看到斑点 没有闻到香味 因为那也是一大早 就是昨天早上 那今天早上又没有香味了 晚上我再闻闻看 我的这个小白花 现在的状态 都还在 根也不长毛了 我再来说 那是在这一段时间 我再来说 我再来说 绝望 我再来说 我再来说 那是 感谢观看